玻璃桂里一只只螃蟹被塑胶绫捆绑 凹族被绑到无法挥动 但这些捆绑在螃蟹的绳子 竟也算在称重的价钱里吗 今日一名网友在脸书社团发了一篇文表示 前几天买了12只红蟹 身上的塑胶绳真的是捆到一个极致 全部塑胶绳拆掉拿来称 足足快半斤重 红蟹一台金价格是850块 等于花了快400块买了那些不能吃的绳子来丢掉 这样赚神钱会比较能致富吗 底下先骑票网友热议 有水不升的吗 塑胶绳可以一起煮汤喝 买绳子送螃蟹 一斤里面有半斤绳子 这个是有点过分的 但是当下你在买的时候 应该你是看得到嘛 与其的心理应该是不要太大的落差啦 它要是有绑绳子那些 就加称便宜一点啦 当下能处理掉算是最好 要讲清楚 螃蟹上捆了这么多绳子 这些绳子的重量 恐怕都算在价格内了 实际换算 红旬平均5只一台金上下 12只大概2.5台金 如果说绳子有半台金 就占了重重量的五分之一 假如民众购入总金额2000块的螃蟹 等于其中400块 就是买绳子的费用 实际能吃到的螃蟹 足足缩水了五分之一 如果当下有疑虑 业者也建议可以当面要求 拆掉绳子称重 避免类似争议 再次发生 记者朱丁龙 李婷熙 基隆采访报道 我是肖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